这边要介绍一下模拟器里面的4个State 那打开模拟器后就可以看到 用方这里有D.Draw a Network Topology E.Edited parameters G.Generator Configuration Files 和P.Playback Results 然后D.State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要去见识一个拓破 那它相对应的工具就是在拓破这边有个D.Tours 然后下面这里的话有 就是我们Network Node的一些分类 那在Ethernet and IP 就主要是有线网络部分 有host,switch,lout,hub 还有openvswitch 那这边主要是legacy的openvswitch的功能 还有wan就是主要是可以里面可以设定就是pekylost rate 或者是drop rate那些 那最下面这个就是有做一个工具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建置一个那个host形式的网络 那第二区的话就是ft.net 10新增的一些service功能 有nat还有dns 那dns的部分有分成一般的dns rootdns 还有catch only的dns 那第三区的话就是无线网络的部分 主要是有802.1的ag 还有n 那分别有其ap 然后invent charge mode的node 还有eha mode的node 那最下面这边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mapping interface 不类似的node 那是用彩色方式呈现 那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一部电脑里面可以插好几张网卡 那一样的我们在那个无线网路的部分也可以点选这个node 然后里面可以插好几张无线网路的网卡 那最下面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那个组格讯号的组格抢的node 再就是openflow的这一区的话 我们ft.net 10已经呢 openv switch 那这个openv switch就是走sdn功能的openv switch 然后下面这个openflowswitchv1.3 就是ft.net自行follow那个openflowswitchspec所开发的openflowswitch的node 那这个的话是一般我们称为outofban的openflowswitch 它主要的定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openflow里面有分control plan和data plan 那在outofban的状况下就是control plan和data plan是分开的 那inband架构的话就是control plan和data plan是夹在一起的 那在一般的opensource的controller里面所支援的像是 例如opendaylight或flylight其他都是outofban的controller 所以一般都是使用这个node 那研究用途的话可能就会有用到就是科研用途可能就会有inband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有开发这个node给客人使用 那在下面这个的话是control plan switch的话 这个node主要是刚刚有提到的 因为openflowswitch的topage里面有分成control plan和data plan 那我们知道control plan的话其实它是需要有IP的 可是data plan因为openflowswitch它是layer2的switch 所以它没有支援IP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目的器里面多布置了一个control plan的switch 那只要switch有先连到这个node的话就知道它是往control去的 那我们GUI就会同步自动给予IP的设定 那最下面这个就是controller的node 再来的话这边这一区sdn的wifi infrastructure的话 它就是比较特殊的两个node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一般802.11ag 还有n的ap 然后再加上那个sdn那一栏位 那个sdn自行开发的openflowv1.3的switch 那所以这一个ap的话是可以直接接受controller的控制的 然后再下来这两区的话就是车载通讯的部分 那这边是道路部署所要用的cnode 那在下一区的话就是一些车子 还有那个lossign unit的部分 那车子我们有obu的还有那个11ag和11n的车子 那一样有提供mopping interface的车子 然后上面这些tourbar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比如说我们拉两个host 然后在中间拉一条线 这样就完成一个最简单的tour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移动它位置 就点选箭头这个符号了 就可以移动它的位置到那个 试用者想要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要做删除动作 就是点打插这个 比如说二号删除那就不见了 那再把它布回来 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写字的话 就是点一下a这个 然后比如说我要选写host1 然后settingcolors 然后选深蓝色 然后字型大小12 ok那这样ok那字就可以写出来 那一样可以用箭头来移动那个字的位置 那接下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画箭头 还有画方框 那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红色的箭头 那这样子就可以在这里直接画出来 那要移动的话一样是这个 ok 然后假设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框 然后要把它填满 然后我们使用是譬如说那个蛋黄 鹅黄色这个 那ok 然后直接在这边 就可以将那个框给框出来 那这边的话一样是可以做移动 对框也是可以的 那再的话就是 这边的话主要是无线网路 如果我们要设定它移动的路径所使用的 那这个在无线网路的阶段再做介绍 那后面这个也是无线网路 TranSharmonet时候使用的 那这个的话是那个车子 就是车载通讯那边会用到的 那后面这边是一些磁规的工具 那这个也是无线网路用到 就可以去看它可传输 或可接收那个无线讯号的距离 那这个的话就是做一下那个桌面的放大功能 比如说像这样 那这就是做缩小的功能 那这个的话就是看到我们 就是说把框起来 然后就可以加以放大 类似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就是桌布整张桌布显现出来 那这个就是百分之百呈现 那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